因為一宗偷電話案 被揭發有老師、消防員、地政主任等6個人 捲入碎11的案件 6個被告各被控涉嫌同一個14歲少女非法成交 在2023年5月3日至6月2日期間 分別在荃灣不同的酒店及處所犯案 任職消防員的被告就令外涉嫌非法綱交 報稱YouTuber的被告就令外涉嫌襲擊 任職老師的被告就令外涉嫌管有兒童式情物品 控方透露仍然有3個人在逃 各被告暫時無需答辯 辯方申請保釋被拒 全部被告需要還押 裁判官將案件押後到8月16日再訊 等警方進一步調查